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在原住民文化馆举办了110年前瞻计划地方说明会以及文件站业务说明会 同时说明今年度起原住民将会有更多福利 为了让长照工作执行可以更完善 也落实总统蔡英文长照愿景和政策 目前原住民族文化健康站将扩大到乡镇市区公所 由公所就地绑查长者照顾情形来评估照顾的需求 并且提供公有公共空间 让文件站可以优先使用 110年前瞻计划地方说明会及文件站业务说明会 来自华临县100个文件站的计划主持人和赵副员 请去一堂办理年初的业务交流 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处长陈生村则是说明会的内涵 这个工作非常辛苦 但是也因为有大家一起的努力 我们全县照顾了将近3000位的 长者 让这3000位长者的家庭能够放心地让长辈来到我们文件站 接受我们最专业最贴心的服务 那另一方面我相信 因为长辈得到最好的服务 所以他的家人他的子女在白天的时候就可以很放心地去做他的工作 县福原民处除了进行业务说明之外 也邀请唐文章律师来说明法律上的尝试还有务实上的经验交流 提供给在场文件上的同学们了解社会上所面临的案例 原民处表示今年度期原住民将会有更多的福利 为了让长辈工作执行能够更加完善 并且弱势总统蔡英文的长辈运行以及政策 目前原住民主文化健康站将扩大到乡镇市公所 与公所就地访查长者照顾的情况 评估照顾需求并且提供公有空间给文件站优先使用 记得就位华之佬